好,接下來題目不太一樣 他說有個支架,有個刻度尺,然後4公分掛0.5,然後施力上提 那現在把那個重錘啊,移兩公分之後 請問你,你的施力要怎麼移動,才會平衡 這題其實可以用拆的 這題其實是可以用拆的 好,那怎麼動 畫圖 畫圖 好,東西支架支點,然後0.5公斤重 他告訴我距離多少 然後呢,活力只要是0,所以施力重要等於逆時鐘 0.5的之後是順時鐘,F的是逆時鐘 所以力幣乘以力 好,算出來答案是0.2公斤重 表示要施力0.2公斤重,他才會怎樣? 平衡 好,他又說像左移2公分力不變 所以呢,要左移 左移,但是呢,力量不要變 力量不要變 那左移動 好,然後呢,本來4公分嘛 力量會變,實現價2公分對不對 然後呢,往裡面帶一帶 一樣,四十重力局等於你四十重力局 然後呢,算完 好,就告訴你 X呢,是5公分 那你原來呢,你原來是10公分啊 下面幾公分 5公分 所以表示要移動10公分 要移動10公分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是A 答案選擇是A 你用猜的也可以猜出來答案 因為你的重錘如果往左移 就表示什麼意思 就表示你的現在抗力的力局變小 對不對 那所以你的施力局要怎樣 也要變小 那施力局要變小 所以只要怎麼辦 也要怎麼樣 左移嘛 所以答案就不可能是右移 所以B跟豬都是錯的 然後呢,A跟C要怎麼猜呢 那你的一個東西兩個力量是不是不一樣 兩個力量本來那個重量跟視力都不一樣大 對 那你移2公分 如果你們都移2公分 那你們改變的會一樣大嗎 不會 不會啊,可是我要改變的一樣多啊 所以他一定不可能移動2公分嘛 所以我就只要設Handation了 我就只要A選 我就知道答案是A了 我不用稍微知道答案是A 我不用稍微知道答案是A OK 好 下一個 不用算 這個才答案 重水左移力局減少 所以視力要左移 然後呢 重視力比重水輕 因為力量比較長 所以呢 要減少量力幾 所以力量也要比較大 所以答案就是A 不用算 各位知道答案 OK 好,這題 請問你會怎樣 木錘的 木齒的質量忽略不計 0.16公分掛0.5公斤重 然後在前面的 在前面的視力往上拉 然後呢 重錘再多掛一個0.5 那你的視力要怎麼辦 視力點如果不動 力量要怎麼辦 如果視力點移動 是不是視力就可以不變 那不變要移動多少 哪一個 跟剛才類似 跟剛才的做法類似 想法也類似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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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不變 施力的位置要變 一個是 施力的位置不變 力量要變 要重新平衡 怎麼樣做 會得到這個答案 這是屬於 另外一種形式的題目 這是屬於另外一種形式的題目 請問你 該如何咧 該如何咧 3號 3號 你的答案是嗎 蛤 C 我聽不見 你的手比1、2、3、4給我看 C 3 請坐 你的答案選的是C 我算了 體力畫圖 可力舉等於0 40鐘等於逆時鐘 0.540鐘 F逆時鐘 算是要4公斤重 好 現在施力點如果不動 位置一樣 重量呢 旁邊重變1、2 好 算一算 要變成8公斤重 所以如果 施力點不動 力量要變8公斤重 所以呢 AKB都錯了 然後呢 如果施力不變 移動位置 然後改一下距離 變X 一樣 合力舉要40 順時鐘等於逆時鐘 好 算出來變4公分 所以表示他要變成4公分了 所以呢 從2公分變4公分 所以要移動2公分 所以答案選的是C 答案選的是C C就是另外一種的提型 另外一種提型 想法也是一樣 合力等於0 合力舉等於0 就可以算出來了 OK嗎 OK 有人問問題嗎 沒有 很好